上节课讲的是这个多多轨下的效果器是吧 那么这节课讲什么呢 讲一下这个多轨下的这个效果器机架啊 就说咱们在单轨上不是能使用很多主控机架吗 对不对 还记不记得 咱们在单轨上面 比如说这个上面 咱们可以在效果里面使用主控机架 主控机架里面你可以放一些这个这这些效果 哎 你你调好了之后一确定就OK了 对吧 那么在多轨生这个的时候呢 也能也能加一些效果器 能在哪呢 你可以注意到在这个单轨的 这个旁边这个这个是基本模式对吧 后边是效果器模式 你可以加一些效果器 加什么效果器呢 首先呢 咱们可以加一个什么效果器 那咱们先听一下这个原始效果好吧 我先听一下这个原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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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非常简单是吧 那么实际上咱们在这个这个效果器里面就是声音太大是吧 声音太大如果咱们把它的音量调低 其实有这么几种方法 一种是调节音轨的音量对吧 还有一种呢 在这个里边右键他设置他的剪辑属性 调节剪辑属性剪辑属性的音量对吧 还有什么办法呢 那就是在这个效果器里面了 哎 效果器里面咱们不但能调音量 还能调什么 首先把这个音量调一来 振幅啊 针通管线压器啊 把他这个音量往下调一些 调多少呢 降低10 14了 好吧 降低14了 然后呢 哎 好 加了一个效果器 当然当然咱们还可以再加效果器 怎么再加效果器 这没有了 怎么办 往下拉一下 哎 看到吧 哎 这又出了一个 那么可以再加一下我去 再加什么效果器呢 哎 再加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 比如说给他加一个什么呢 给他加一个滤波吧 啊 给他加一个这个 这个图示滤波啊 然后把这个 选成什么呢 选成 这个吉他 啊 把把这个左右调一下 这基本就这样 把这个中间这个块降一下 好 就给他加一些效果器 那么底下这个呢 是人的声音 上面这个 上面音乐的声音 底下这是人的声音 人的声音也可以加一些效果器 人的声音太小了 怎么办 加一个什么效果器 加一个这个振幅啊 这个放大效果器 放大多少呢 放大三分贝 就可以 放大六分贝了 好 再给他加一个效果器 加一个什么效果器 哎 还是看不见 还得往下拉一点 哎 再给他加一个什么效果器呢 哎 加一个什么效果器呢 加一个浑响的效果器 啊 房间浑响 啊 啊 下一个房间浑响 弄啊 这个是 就是说人 人生的浑响 然后呢 咱们再听一下这个这个效果 综合的效果 是吧 声音还是很大 那么这说这个音乐还是很大 怎么办 调这个真空管线压器 它的效果 双击它 进来了 进来了之后 还得往下压 是吧 或者我不用它了 我用一个其他的这个线压 线压类的 用什么呢 用这个 这个 硬性限制吧 硬性限制 把它降 降一点 强制的 降到这来 好 然后咱们再听一下 这声音是不是很明显一下降下来了 好 那么实际上 如果说我要调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个这个属性 比如说昏弦 我想把它这个加强一点 怎么办 我把它诗的声音加加强一点 把它再往上一点 把它诗的声音再加强一点 这样它是不是就加强了 哎 我双击这个效果器 就可以改变这个效果器的参数 对吧 那么这块开关 如果我说把这个图纸吸氧器删掉 那这样就删掉了 然后咱们再动态的听效果 如果我要把效果器做的很明显 比如说这图纸效果器 我想把这个这个高频的整个减掉 是吧 整个减掉 然后就就留中低频的 然后呢 哎 把这个混响 混响 把它 我我我看下了属性 把它混响 这个明显的调 调的特别明显 那么现在的效果器就是 这个半斗音乐 它是完全的 呃 没有高音部分 然后这个混响也非常的强烈 咱们听一下 咚咚咚咚咚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庄 是不是很明显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好 那么这话还有一些开关 比如说这块的开关 这个 当然 当然 你可以 你可以把这个音轨给冻结了 哎 你给它冻上了 就就就就就 就不让它再冻了 是吧 如果不动的话 可以调节 那么这块 有些开关 这这底下的开关 是决定效果器是否启用 上面的开关 是决定这个 这个整个效果器 机架是否使用 而这个调头呢 是决定整个音轨 是否使用 哎 这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咱们切回到 这个单单轨模式 如果是单轨模式 咱们用主控机架的话 哎 不管怎么着 你最后只要一确定 你看那这波形 这波形肯定变化了 对吧 哎 那么这就不是咱们所希望的结果 就是破坏了原始音频 要么 要么你另存一个这个文件 是吧 否则的话 你存在原始文件上 就把原始文件破坏了 那么多鬼这有什么好处呢 它从始至终 它有没有破坏原始音频啊 从始至终 没有破坏原始音频 都是在原始音频的基础上 加这种主控机架 给每一个音轨 加主控机架 最后统一听效果 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好 这次呢 咱们讲的是这个多鬼上的主控机架 那么下一次呢 咱们讲讲无中总线 好 无中总线和MIDI的基本情况 谢谢大家 再见